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4号星期日 拼多多在美国杀疯了 拼多多现在已经是墨西哥第三大电商平台 波兰第二大电商平台 美国苹果公司发布2023年美国Apple Store应用下载盘管 拼多多越升为第一 超越了TikTok Instagram Google YouTube 成为美国下载量最高的免费App 恭喜拼多多 拼多多的用户平均每日的使用时长达到了18分钟 每天都会使用的18分钟 已经超越了亚马逊的10分钟 亚马逊在面对拼多多的打压之下 也做出了重大调整 从明年2024年的1月15日起 大幅度降低服装类目的中金 定价低于15美元的服装类商品 销售中金降到17%降到5% 在巨额让利 定价鉴于15美元到20美元之间的服装类的商品 容金将从17%降至10% 一些服装新买家 如果现在进入Amazon开店 入门大礼包 那么可能就是说 头一年可能都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容金 等于再跟拼多多在抢服装类的生意 当然有一些人说 亚马逊这么做 是在应对Shin的崛起 Shin也在卖衣服 但是Shin实际上在美国已经运作十多年了 亚马逊从来没把它当回事 从来没有去降过中金 但是主要还是拼多多 拼多多最近真的在美国就是杀疯了 完全杀疯了 当然亚马逊现在暂时想看起来 拼多多想把亚马逊干掉 它有自己的仓储 而且有自己的运输队伍 十几年来 亚马逊撒下真金白银 打造的非常完善的仓储和配送系统 这些基础设施将亚马逊的配送速度和售货服务 拉上到现在美国最高的水平 在配送满意度和售后满意度方面 亚马逊远远将拼多还甩在后面 一份调查数据表明 消费者对拼多多配送的满意度只有30% 低于亚马逊的52% 拼多多就是慢 都从中国基础来的特别慢 在退款方面也特别慢 有什么事 你要退东西也特别慢 退款等售后服务满意度方面 亚马逊的满意度32% 拼多多只有19% 而且亚马逊的转化率比拼多多要高 拼多多的转化率只有4.5% 亚马逊的56% 这个来讲就是说区别人太巨大了 拼多多流量增长虽然很快 但是是虚胖 许多顾客点了一点逛了一逛 但是不会轻易下单 但是在亚马逊上 他们去了就真的就是买东西 不买东西不在那下逛 连线杂志的数据显示 拼多多每一单 每一笔订单的均价是25美元 亚马逊的每一笔订单的均价是47美元 这个也比拼多多要高 消费者更愿意在Amazon上 购买高价值的产品 就是贵的东西 因为比较放心 我们也是 你说我要买一些显卡 像电脑这些显卡 东西什么的 我也都是主板什么的 都是在Amazon上买 Amazon买了之后 我放心 甚至我都不愿意去那些厂商买 我要买华硕的主板 我都不愿意去华硕买 我宁愿在Amazon买 也不跟华硕买 就是因为Amazon退货实在太方便了 当然我那个也出问题 那主板对吧 来的时候里面是块费铁 但是他最后也就跟我们退货了 就没问题 Amazon这方面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现在被拼多多其实打得最凶的 不是Amazon 是什么呢 知道吗 是美国的那些议员店 比如说当中几个代表 什么Dollar General Dollar Tree Five Below 这就是美国特别著名的这种议员店 Dollar General成立于1939年 1968年就已经上市了 如今的市值是272亿美元 Dollar Tree成立于1986年 1995年的上市 如今市值是276亿美元 你看就是说这种议员店 如此廉价的商品 议员店最后都能够上市 还有这么多的市值 说明美国的这种低端下沉市场的空间 是很大的 所以拼多多其实是可以去跟他们去抢 抢他们的这种客户 跟他们竞争 这种便宜的议员店 在美国遍地开花 瞄准美国郊区的这种低消费的 这种低消费端的这种市场 2016年的时候 美国有3万家线下的议员店 美国到处都能叫议员店 美国零售联合会发布的2023年 美国零售商百强榜显示 这个就是说Dollar General 就是达乐 Dollar Tree叫美元数 翻译中文的话 在2022年 以378亿美元和279亿美元的成绩 位居第17和第20 消费还相当高 然而现在拼多多横空出世 截止到今年的11月 拼多多已经占据了 美国折扣零售类别 约17%的市场份额 达乐和美元数的市场份额双双下跌 达乐的市场份额 从今年1月份的57% 跌至11月份的43% 下降14个百分点 那Dollar Tree从32%跌至28% 下降了4个百分点 那今年达乐的股价跌幅 50% 市值跌了一半 美元数跌了24% 市值跌了1% 都被平多多给干的 快要被平多多干黄了 摩根施展利的一份报告 描述了TAMIL 就是平多多他们主要的众户 他认为62%是女性 38%是男性 那年收入呢5万美元以下的呢 占比较到55% 抱歉啊 这个旅游感到端端 可得厉害 这个达乐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呢 托勒瓦索斯提供的数据显示啊 一言店的核心入户也是女性为主 然后呢 还有呢 双收入家庭 每年税前收入呢 只有4万美元 然后呢 工作稳定 但是工资增长不了多少啊 可支配收入约为2% 近每年的只有800美元呢 这种可支配的收入啊 所以对价格变化呢 非常敏感 可能终有一部呢 智能手机 但是呢 肯定没有呢 Amazon的这个prime Amazonprime的会员费也 一年要119美元 这对于下沉消费人群来说呢 是一大笔害之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买 这个Amazon的prime 所以他们也懒得去Amazon上买东西 啊 嗯 这个来讲呢 我在这儿稍微插一句啊 以前我们在这个冰头 我老和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宿舍 这个管理员 Super啊 他呢 就是特别有意思 他养了一堆孩子 对不对 然后呢 在他每次都去这个沃尔玛 大采购买 东西特别多 就是因为孩子 他几个孩子 4个还是5个 当时是4个 当时是4个 现在呢 5个 现在5个了 对吧 现在6个了 是吧 反正一直在生啊 这个美国典型的那种美国的就是就怎么说呢 反正就低收入阶层 这下是问题 对不对 这不算乌鲁 对不对 但是就是特别的穷 然后还玩命生啊 现在现在6个孩子啊 6个孩子 然后他养那些孩子 每次去沃尔玛就买一大堆 当时呢 我跟我老婆呢 其实就觉得他这种东西呢 他不太会算账啊 以他的情况 以他买这么多垃圾食品的话 他实际上他应该办一个 我们那个地方呢 我们上学的那个那个那个小烫呢 他是没有这个Costco的 但是他有一个Sam Club Sam's Club Sam's大叔啊 他其实买一个他的会员的话呢 以他每年买的这个东西来讲 他最后会给他一个反 一个反点 那个反点是完全可以cover掉他的这个会员费的 对不对 嗯 你像我跟我老婆 我们我们只有两个人 对不对 就就我跟我老婆 我们两 我们两个人是这个 嗯 Sam和Costco的高级会员 我们都有 对不对 你想我们两个人能买多少 买不了多少东西 但就以我们两个人来讲 最后每一年反的那个点都差不多 把我们的这个高级会员费 就给我们 给我们 呃 抹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以他来讲 他买那么多垃圾食品 对不对 嗯 他其实去办一个的话 对他来讲是有好处的 那他最后反的点 不但把那个会员费cover掉 然后呢 还能给他节省一笔钱 而且呢 就是Sam买的量的更大 更便宜 尤其像他家小孩 他就买的就那些什么 就那些垃圾饮料 那些薯片 整车整车的买 对不对 派啊什么的 对他那些 他如果在Sam's Club买的话 其实更合适 但是他就不愿意花钱 去买那个会员 对不对 他们就 你不知道 他们就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去算账 品质可能还好一点 量也比他大 本身东西就比他便宜 都不要说 就不算反点 光说那个省了钱 都足够cover了 对不对 他只要稍微有一点经济头脑 他都知道这笔投资是值得的 但是他就不愿意去买那些东西去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他们好像数学不好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计算那个账 他不知道怎么能让自己去 就是你哪怕挣不了钱 你能省点钱也行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殊情况 美国的特殊情况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可忽视的一点 就是说目前来讲 美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在缩水 美国都在产业空心化 很多原先的中产阶级 都在沦为的低收入阶层 Pur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 从1971年的2015年 美国中等收入者所占 总收入份额从61%降至了50% 我们之前也说过美国 前10%的人的收入一直在增加 这是美国现在问题 就是说两极分化的非常严重 中产阶级在消失 要么干脆就进入到高潮流阶层 要不就彻底就掉下去 中产阶级再减少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从2021年年底 至少有3800万美国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一数字 占总人口的11.6% 但是美国现在就觉得 就这样就没办法 就干脆 上面多收一点税 给下面 就是说一些补助 或者粮食券什么 把它补平 那别闹事就完了 你就这样子了 其他问题也解决不了 不过怎么知道 这些人就认为 这都是未来 拼多多的潜在的这种任务 如果拼多多能把 他们全部都吃进来的话 对拼多多来讲 会有巨大的好处 但是当然拼多多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 拼多多多现在越来越 不愿意贴钱 以前愿意给身家贴钱 现在不愿意贴钱 早期拼多多会承担物流费 仓储费等费用 如今随着入住卖家的增加 拼多多现在收紧的政策 比如物流费 卖家也要承担一半 随着拼多多手上握着的 供应权资源越来越多 入住卖家也越来越多 那么就开始就进行内卷 就是说现在在拼多多上 能够生存卖家 最后未必能够 都能够生存下来 有一些可能也生存不下来 因为拼多多现在卷的 实在是太厉害 你必须要卖的量非常大 你这么低廉的价格 这么薄的力 你要卖的很多 你才能挣回来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很难 所以这也是反正拼多多的一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还是认为拼多多这么搞下去 最后很有可能把这些 美国的议员店全都 不说挤到黄了 也差不多 你看今年Dollar General 股价跌了一半 跌了50%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不就快黄的节奏 对不对 但是Amazon现在看来还好 我也是希望 就是说尽量不要把Amazon挤黄 因为Amazon整体上来说 比拼多多 不管是各方面 质量上 售后满意度方面 都比拼多多要好很多 所以其实我很担心 就是说拼多多最后 利益比与其中两位 比把Amazon挤到黄了 那就是非常的不好 我觉得还是双方 就是说我们鼓励竞争 竞争的受力者 肯定是我们这些消费者 但是就是说 最好是良性竞争 而不是那种恶性的 你死我活的这种竞争 好吧 然后就是拼多多 现在目前的这种策略 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这也是个疑问 有些人认为 这么长此一往下起 拼多多估计也坚持不住 我想拼多多 就是说要在美国 更多的去投资 然后使他下不了 就是说仓储运输 这种服务能够更多一些 要不然的话 也是个问题 他现在整个的这种服务体验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买东西 退东西都非常的不方便 他现在为了省事 干脆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一退 他就不要了 但是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是长期维持 这短期你拼下市场是可以的 你长期这样 那你公司就黄了 对不对 那你能扛不住 你也扛不住 所以这也是他的问题 我们反正再看看 看看他后面下一步 怎么走 但是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 就他现在的运作方式 恐怕如果长期搞都难以为继 不当然了 中国公司 他就这样的 他现在就是说 我就光抢一个市场份 我不为了挣钱 我宁愿往里面赔 那看吧 反正最后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 最后会不会出手 反正我知道一点 就是说 如果他这么玩下去的话 美国政府如果不出手 那么美国可能有一些一元店 就真的要被他挤得慌 今天得到了消息 印度又在对中国的 什么Vivo下手了 是吧 他以前是不是对小米下过手 后来对Vivo下手 那么印度反正下手就比较黑 那我不知道美国会怎么样 美国会不会像印度那样子 对这些跨海过来的中国企业 进行一些迫害 那当然印度就摆明了 就是在迫害中国企业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当然他们也说 你中国企业自己也有问题 你明明知道印度会迫害你 你还要去 你最后 你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你知道吗 你特别完美 你要你把自己就放到 那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去 让印度政府去迫害你 对不对 那你能怪谁呢 所以也没办法 这是美国现在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但是好像美国现在进一步 想办法再打压中国的汽车 进入美国 又要提高关税 又要这个又要纳 反正就是现在特别担心的 中国汽车进来抢美国市场 因为中国汽车 现在说实话 造的真不错 价格又便宜 质量又好 然后又有很多 特别贴心的那种小功能 是不是 就中国汽车 现在如果进入美国市场的话 美国汽车可能 难以存活 说实话 就是中国 中国现在不管是电动车 还是燃油车 如果就是说 以如此低廉的价格 去冲击美国市场的话 美国现在市面上的 这些汽车制造商 可能有一半都得被卷死 他们根本卷不过中国企业 好吧 那么我们后面再有什么新的情况 当然大家汇报 这些先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